台钓的意思是台湾钓法 也是台湾钓法的简称 与我国传统钓法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于 台钓的千坠是悬于水中而不是落在水底 通过调整千坠的重量 可以达到改变钓组灵敏度的作用 甚至可以达到泉水层做钓 为提高灵敏度 台钓多使用小钩细线 搭配优质的碳速台钓杆 台钓的浮漂 浮漂也与传统的浮漂有很大差别 根据垂钓的鱼种 垂钓时的鱼情 垂钓的水层等条件 会有不同类型的台钓浮漂选择 台钓线组由主线和紫线组成 主线与钓杆直接连接 线上安装浮漂 牵皮座并通过八字环 与绑好钓钓的紫线连接后 集组合成一套完整的台钓线组 所以台钓是一种效率很高的手杆吊法 继续合成一种效率很高的 再次进行继续合成一种效率